大埔有私家车被截查期间 企图仲向警员 警员开了枪 三个人被捕 涉案的私家车 在纵瓦路赴亨村对开翻转 大批警员封锁调查 搜查车厢 又在现场找弹头 警员将其中一个被捕的男人 带到现场搜证 警方说 机动部队警员在赴亨村 进行反罪恶行动 昨晚11点多发现一架 可疑私家车 车上有两名男女 车旁边有另一个男人 上前折策 司机开车逃走 使到一条挖头路的时候 私家车掉头冲向警员 一个警长开了一枪 击中挡风玻璃 私家车之后撞向围栏翻转 车上的女人被困 她肩膀受伤 由警员救出送院 和男司机一起被捕 另一个男人逃走 在附近被捕 警方说 警员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开枪 当时电光火石之间 那辆车是高速向她冲过来 所以当时她发出警告 这辆车是开令停车 但是在开枪前那一刻 她有没有再第二次警告呢 这个是有的 警方在现场检获十二包 共重大概七克的 华尔可卡因 被捕两男一女 由20到31岁 涉嫌贩毒 司机也涉嫌危险驾驶 无线电视记者 萧穎妍报道 优优独播道